來看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過去一個禮拜大雨不斷 導致河水氾濫 這滾滾泥流灌入了一棟 和這個平面道路有落差 建在山坡地的大型公寓裡頭 沖毀了門窗家具 然後就看到這個大水 從公寓的二樓陽台宣洩下來 就像是瀑布一樣 那麼當局就表示說 這是今年以來最大的豪雨 而當地有三條的河水暴漲 導致首都城區交通網路中斷 民宅毀損 所以市長就呼籲民眾 要隨時保持警惕了